由于我们在做这一行,我们常常需要拍外景跟熬夜的关系 所以我的皮肤的状态是比较偏向敏感或者是干燥的 所以我很想处理这两个问题 我们建议他做PRP治療 PRP治療是Platlid Rich Plasma 我们使用鸭医生的医生 来装装在鸡检测 原来我们把鸭医生的鸭医生 什么存在是PRP 因此我们把鸭医生的残留在鸭医生 为提升温暖和治疗的鸭医生 你会期待有些不安静在鸭医生 但似乎我们提供两个选择 给患者选择 第一是凉拌 然后我们将你进入 当你真的寂静 第二个选择 我们推荐你用选择 来让你入住 当你醒了 你没有缺乏力 这种选择 似乎会长了一个月 你需要做三至五次 讓你能夠做到最高的結果 你可以每月做一次 因為我個人的體驗 我是覺得做了PRP 一個禮拜過後 整個臉是非常有光澤 而之前有的皮膚敏感 還有那個皮膚感燥 那個問題都易易地解決掉了 其他臉部問題 像你會有一個黑眼圈 或你會有開肌 或者其他似乎的病人会遇到血压 我们可以用 PRP来打击它的状态 然后你可以看到最好的效果